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今天呢,我们继续做这个蛇枕的分享 和往常一样 来,我们先看这个粉丝朋友 他的一个主宿 这是一个50岁男性朋友 近期感觉呢,这个阴阳冰冷 需要用热水带敷 然后才能缓解 这个其实还是就比较重了 而且呢,小便浑浊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来,我们看一下他的蛇像 首先来,我们看这个蛇的这个中胶皮胃区 这个稍红一点的这个裂纹 这个呢,就是陈旧性的损伤 你这个出现红色的裂纹呢 多鉴于病发期 像这个我们说过 这个中间这一块是脾胃所主 所以它呢,就有这个胃痛啊,胃胀啊 整个蛇面来看呢 这个中间还处于凹陷 然后这个胎呢 从这地方看呢,是以白厚的这个为主 蛇质呢,偏于暗淡 这个呢,就是典型的脾胃虚寒引起的寒失 为什么你看它会这个金囊湿 而且特别冷呢 这个就有肾阳不足的这个情况 肾阳的这个往外发散 所以说它阴冷 而且呢,它自己也说了这个 这个阴镜这一块冷痛的厉害 那另外再看我们看这个两边 这个舌头两边呢,还偏于点骨 这个是干气瑜节的问题 所以你看它也有胸闷,也有气短 另外这个舌头呢,还要往一侧偏 中线这一块 这个说明了是脊柱的问题 血瑜也是比较明显的 因为我们知道,瘀血有食邪的东西组织的话 它也会偏于一侧 蛇腔上面也有这种情况 整体看下来,你看它有那么多的问题 但是呢,我们这个治病 我们说过,要以主宿为主 主宿其实就是一个脾胃寒失 虚劳导致的这个阴阳寒冷 其实就是这个脾胜羊虚为主 但是脾胃的明显 而肾的呢,只是症状上明显 蛇腔上呢,只能看得到它这个寒失 因为我们说过肾为根羊嘛 你像这种该怎么调理呢 像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个二家龙骨牡蜜汤 二家龙骨牡蜜汤呢 就是贵子龙骨牡蜜汤呢 加上了父子,还有这个白威 所以你看它的方子就是父子 勺药,甘草,贵子,大枣 龙骨牡蜜,加上了白威 这个白威和父子加上 你就叫二家龙骨牡蜜汤,因为这个父子为军药 温补下缘,龙骨牡蜜啊 都有这个收色的作用 我们说过这个江草藻是一个贱脾胃的药 白威呢,有青散上焦浮火之意 猪药合在一起呢,就能够调理 阴阳的寒冷,潮湿,小便冷 另外这个方子呢,也常常用于这个 遗经,先于这个下缘 温阳不顾的这个情况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你学会了吗 假如有人的情况呢,比较严重 那就要及时休医 因为医生呢,要根据你的情况来制定 适合你的调整方案 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讲到这里 下期啊,咱们接着讲 大家有什么健康问题,可以打在评论区 观众王医生,一起做中医传承人